3、2、1,请起到!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卫生局长陈燕源 以及医事团体代表拉开彩带 宣布113年慢性病防治系列活动 正式开跑 为维护市民健康及强化健康行为养成 今年卫生局携手势力联合医院 共同推动成人预防保健 另外再加码市民六项健康检查 照顾市民健康 112年我们有做过一个调查 全国十大死因当中有7项都是慢性病 那已经成年52年十大死因的防守 第一名还是癌症 所以怎么样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能够来确保民众的生命健康 我想这就是变成我们各项政策推动 非常重要的一环 年满40岁就可以享受三年一次的免费成人健檢 我们会提供六项免费的检查项目 而这六项里面包含包括尿酸 包含其他可能检测出糖尿病 肾脏癌等各项的检测项目 我们就是希望提供这样的免费检测 让民众可以了解或是及早知道身体的状况 如果有问题有需要提供治疗 马上发现马上给予协助 所以我想这项的六项免费的检测 确实可以在更多项目上面来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卫生局长陈燕源表示 三高疾病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 民众较不易察觉 容易忽略潜藏的风险 目前国健署提供年满40岁以上民众 每三年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透过定期检测早期发现 可大幅降低慢性病带来的危害 一人高一龄也鼓励没有接受检查的民众 一定要多加利用 市政府有提供这样很棒的健康检查 年龄范围之内的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加入 健检的部分 现在因为国民的普遍的健康是 医师在提升 所以接受健检的比例也逐渐在增加 而且各医院现在都逐渐的把 两天一夜等等这种健康检查的模式 安排成一天内就可以做完 在流程上都已经相当的顺畅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这个所谓的成人健检 它其实已经都安排好了 就是说现在跟我们卫生局 跟在合作的医院 那已经把这些流程都优化得很好 那也就是前一天 之前要去跟医疗院署预约 医院完之后前一天开始要空腹8小时 那隔天就可以带着你的健保卡跟身份证 然后就到医疗院署 抽个血液给你了就结束了 凡涉及台北市40至64岁市民 符合检查资格者 10月底前至市立联合医院 接受成人健检可免费享有尿素蛋 尿酸 糖化血色素 全血细胞技术 甲状腺刺激素及CA199肿瘤标记等 六项价值约1000元的加码补助项目 另外12月31日前参与台北健康养成剂相关活动 就可以参加抽奖 总奖项超过35万元 参与活动越多 中奖机会越大 民众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道